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討論 關於成宗熱話Netflix的一部電影,叫做《魷魚遊戲》 簡單來說,在這部電影中,我會討論關於這部電影的幾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是說這部電影簡單介紹它是說甚麼 第二個部份是說其實在這部電影時,人們都說它是抄襲 到底是否抄襲,以及抄襲了甚麼 第三部份是說嚴重的劇透,第三部份是說我自己對這部電影的感受 首先,第一部份是說這部電影是魷魚遊戲 是說韓國的背景 其實韓國社會有很多人欠了很多錢 然後有一個神秘的組織叫他們參加一個所謂的遊戲 而遊戲的獎勵就是贏了之後會有456億韓元 這個作為一個獎勵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他們所挑選的玩家 全部都是負債的 在有錢的情況下,當然是去九衝去參加這個遊戲 但是其實這個故事鋪排得不錯 因為我們很容易代入了第一身的角色 就是主角其實也做得挺出色的 而且裡面的演員也做得很好 配角也做得很好 我們很容易代入了好像我們是一個遊戲的參加者 在玩這個遊戲 不知道到最後的結局,就是主角 這裡也有些劇頭 不過簡單說,總之有人贏了這個比賽 贏了這個比賽之後,就會獲得這些獎金 接下來就有一點劇頭 如果不想聽的話,大家就可以離開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其實是456億韓元的錢是從哪裏來的呢 其實有看過這部影片的人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分兩個部份的 我最初以為被他們誤導了 以為是一個叫做器官捐贈的生意 死了的人就馬上拿他的內臟去賣賺錢 原來這個感覺也太膚淺了 原來實質上,背後有一個組織 就是一個賽馬的形式 去將人玩遊戲,當人是一隻馬 誰勝出呢?其實有一個賠率分的 當然他們的組織好像是賭錢的方式 去娛樂給有錢人 其實有錢在這部影片中,譬如所謂的嘉賓 很有錢的人,其實也有很多心理變態 這些社會的現象 還有這部影片在最後… 這部影片也是劇透的 最後大家都知道那個老先生是一個主謀 他就說了其實有錢人和窮人玩的一樣 享受的所有東西,其實感受上是一樣的 當有錢人說自己都試過很多東西 變成一切都覺得無趣 一切無趣的時候,的確是 你想想在我們現實生活中 其實很多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就會覺得想成為一個有錢人 對吧? 但其實你有沒有想過,做很多東西 你不停地做,其實都會有一種 所謂的挖啞的一種感覺 即是說什麼意思呢? 例如我最初吃一碗米線,麻辣米線 是很好吃的 吃得多幾次的時候 或者是每天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 有沒有其他東西 有沒有意粉 有沒有拉麵 人就是有所謂的慾望 很多時候就是 過於追求更多新奇刺激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 探討到我們人需要 適當的節制自己的慾望 的一個課題 讓自己去思考一下 然後再說一下關於抄襲的問題 我自己的感想就是 這部電影其實是抄… 不是抄襲 其實是一個編劇很聰明 就是我自己覺得它參考了幾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就是 也是Netflix的金秋國際 日本的遊戲 一部電影 我覺得也是很似曾相識的 過關然後有錢等等 然後大屠殺 不用說了 因為它在第四、第五集左右 就會有一個黑 即是黑媽媽 關燈的時候 就叫互相殘殺的一個畫面 其實也是有一個大屠殺 互相殘殺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最… 自己覺得 它抄得最厲害的就是 恐懼鬥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套外國戲 叫恐懼鬥失 就是說 有個人進入了一個場景 就有一個… 一進入了場景 就有個老先生 躺下了 因為被這個遊戲 折磨到死了 誰知 原來去到… 講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原來去到 故事的結尾的時候 那個老先生 突然彈出來 原來他才是幕後玩家 一直躺在旁邊 以為他是死屍 原來他才是玩家 其實這種橋段 就好像… 有一種原素 讓我感覺到 是一個… 在這部戲裡面找得到 其實我個人的感受 其實有兩個關鍵 我自己的這部戲 第一個當然是老先生 第二個是那個… 金槍人 我們稱為黑面具的人 那個老先生 其實我坦白說 我看到他第一集 或者是第二集初頭 的時候 我開始懷疑 我覺得他的老先生 有點古怪 為什麼呢 第一集的時候 最後的劇情 玩完一二三木頭人 大家要投票 誰繼續玩下去 的時候 老先生 首先 整個場景 只有一個老人 這麼老的老人家 OK 第二個古怪點就是 他是一號 即是他投票 是最後的選擇 然後在劇集裡面 刻意打了一些很漂亮的燈 很慢的動作 來描述老先生 慢慢走去按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這個… 加上他的背景音樂 其實已經覺得這個老先生 其實是… 以及關鍵性的作用 但… 我還沒有完全確定 他是一個有古怪的人 但感覺… 有一個感覺就是 他其實有些少許問題 之後… 再來就是… 其實… 有一場打架的戲 那個老先生 無緣無故 站到到最高 嘩… 這麼… 老人家 又說我整晚不睡 他又幫忙看… 怎樣… 劉奸 然後站到最高 他說一句 他說,我不玩了,我很累,大家都怕死,然後立即停了 這個時刻其實也很明顯 就是告訴大家為何他說完這句話就會停 是因為蒙面人聽到他的命令就停了 然後,其實他還有很多就是他太多氣氛了 他跟主角交流太多 還有,導演有太多閉嘴的鏡頭去描述伯伯的面部表情或演技 伯伯真的演得不錯 但導演有些太刻意,就是過多過多的場景去描述 令到我在中段看了幾集,我都很確定 要是伯伯,要是另一個叫Helen姐,那個癲癲的女人 一定是其中一個是主謀 特別是最後確定的是黃昏 黃昏那幕戲,他們玩那個什麼? 什麼?光報? 那個遊戲的時候 他刻意會描述到郭伯伯伯就像是老人痴癌一樣 在找到家裡,他是去到處找自己家 其實他有很多個特寫 假裝裝老人痴癌,假裝忘記 這些都是太重戲份了 但是最明顯的是,導演用了一個角度 大家可以留意這部電影 就是最後淘汰不是被人殺 那個伯伯快被人殺 一枝槍指著頭的時候 導演是向後走 鏡頭向後走 他是故意沒有拍到伯伯被人射殺 這個伯伯我就知道他真的有點古怪 最後一件事就是伯伯給了一顆彈珠的主角 最後一顆彈珠 沒有齊全20顆還是19顆 主角也贏了 那就有點古怪了 因為還有一顆彈珠的主角 這部分我早就已經知道 要麼是伯伯,要麼是欺人姐 為何是欺人姐呢? 就是那個瘋狂的女人 其實她也有點古怪 因為在一群人中她特別瘋狂 或者是有些氣氛 尤其是她拿1至16號走玻璃橋 不是,記錯了 總之有一個部分是她沒有拍檔 然後她自己自動晉級 我最初以為是她 誰知道她掉落橋 大家都知道之後發生甚麼事 然後最後一件事就是那個金槍人 那個黑面具人 那個警察去找她哥哥 我們已經知道456個玩家中 是沒有她哥哥的 因為她已經看過所有玩家 沒有她哥哥 所以劇情上她一定是 要麼是職員 職員中她的交代沒有很多 要麼是金槍人 要麼是紅色衣服 初初以為是紅色衣服 因為在她隔壁房28號 好像有些古怪 看到她 但又不似又不是 後來原來28號是把她打出來的 即是懷疑她 很聰明的 即是說她哥哥 基本上我當時已經覺得 九成多已經是金槍人 即是一個黑面具的人 再加上金槍人說要活捉她 還有就是看一看警察 那個浮屍警察那張的時候 那個金槍人 其實她拍著她的帶頭 當然她拍不到她的表情 但是也是導演刻意 就告訴我們 其實她是在思考著 原來那是她的弟弟 所以叫她活捉她 不要去射殺她 那就 或者最後 我也交代一下 這部電影的一些說法 看法 其實這部電影 我自己覺得是 都幾刻畫到社會的 一些人性的一面 其實在很多時候 好像我們男主角的身上 她表面上是一個很善良 即是所謂的意識上是一個很善良 但去到實質的關頭 去到最後黃昏 那個遊戲入面 每個人都會為了自己的一些 所謂的利益 去到這樣的緊張關頭 都是為了自己的 所以她便會選擇犧牲了那個伯伯 縱使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可能是 整個遊戲入面的 唯一一個會照顧弱勢老人的 一部分的其中一個人 但去到自己這些緊張關頭 人性的 那些醜陋的一面 始終都會暴露了出來 這也是導演想去交代出來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其中一幕 我覺得很深刻 黃昏的一幕 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 射彈珠的一幕 因為就是 大家都會找拍檔 誰知道原來拍檔就是你的對手 這一幕不論是夫妻 那兩個兄弟 就是巴基斯坦的人 以及那兩個北韓的女生 其實他們各方面都描述到 不同的人面對這個情況 怎樣去取捨 這真的是人性很真實的一面 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在整部電影中最吸引人 最好看的人性展現的部分 最後不論是大家罵到這部電影 是抄襲也好 或是橋段過場也好 即是拍攝手法的很擁場 一個小時一集 但遊戲又不多 等等的元素也好 但無論所有的評價也好 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是在視覺上 即是色彩上 或者是報警安排 以及人性的展現 我覺得都比很高的評價 我自己 但是會不會 可以再留心再細看多一次呢 其實就 有時間都可能會 但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那個結局太容易猜 我自己也覺得 我很早就猜到 所以就 說真的真的沒有特別大驚喜 縱使他在醫院 最後睡在病床 邀請江部去大樓找他 我覺得他的鋪層不是很驚喜 給不到人一種十分驚喜的感覺 但是 畢竟成王敗球 他大賣就大賣 不論是他抄襲也好 甚麼都好 我們要學會他這部電影的成功之道 我想他的對比是很鮮明的 用小朋友的遊戲 再加上一些長大了 成人的一些現實的醜陋一面 有一種互相施殺 不會理會其他人 這種社會上 人性的一個醜陋面 其實這部電影都描述得很好 所以 未看的朋友 因為我都講完結局了 有興趣也可以看看 如果看的朋友 如果有甚麼意見 或者可以和我在下面一起討論 關於這部電影 好看或不好看 有甚麼意見 請隨便和我討論 我希望在留言告訴你 見到你 還有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